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现在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会 蓬蓬浪货币越来越不值钱 这类人进城最大的赢家 在如今的生活中 随着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发展 房价也逐渐的提升 人们对于房子也越来越看重了 很多买房者为了可以买得起房子 都选择贷款来买房 那些越早买房的人 就越能体验到货币贬值 通货膨胀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货币贬值跟通货膨胀是同一件事情 简单来说就是钱硬多了 货币增速超出了社会财富创造的速度 在面临通货膨胀时 随着物价猛涨 理财收益跑步营通膨 不管是有钱人还是穷人 财富都会缩水 过去20年国内GDP成长缓慢 从2000年的13,686美元 增长到2021年的33,443美元 复合年成长率只有3.2% 但日常用品的通膨却远高于此 你可以明白为什么钱越来越不值钱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除了价格升值 台币相对来说是没有价值的 通货膨胀也是货币贬值的原因之一 市场上有大量的货币 直接导致货币贬值 尤其在油店价格上涨的时候 人们会担心台币贬值 并想方设法的来保护资产 当台币贬值债务人反而成为最大的赢家 虽然台币贬值让许多人担忧 但是却有一些人不仅不担心台币贬值 还暗自的高兴 当台币贬值的时候 这群人成了最大的赢家 这群人在银行有贷款 对他们来说 一旦通膨发生了 他们的债务价值将持续的下降 比如说十年前你贷款买房子 每个月要付两万块的房贷 从当时的物价和工资水平来看 每个月两万块的支出是非常高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物价开始上涨 人们的薪资也开始上涨 不过债务不会因此增加 所以十年后 债务人每个月住房贷款仍然是两万元 在目前的薪资水平和没有还贷压力的情况下 债务人的债务价值自然缩水了 因此在通膨跟货币贬值之后 债务人的价值也会降低 这是一种收益 现在银行正在下调企业的贷款利率 帮助企业来度过难关 使经济更加健康 无论银行贷款利率怎么样 都不应该超过通货膨胀率 所以当银行贷款与通膨竞争时 贷款人就会是最大的赢家 因此台币贬值之后 很多人选择提取存款 购买能够保持其价值的东西 从而有效地保证资产最大化利用 对于贷款来说除了买房之外 一般都是有创业的想法 时代在发展 可选择的创业路也很多种样貌 在贷款创业的路上 要好好思考提高自己的能力 不断向前 成功就在前面等着你 房地产的营造成本 现在在逐渐上涨之中 通膨往往是从劳动力的价格开始 上涨而开始的 通常只有当失业率下降 劳动力出现短缺 通膨才会上升 但是疫情改变了这种情形 美联储货币大放水的结果 导致通货膨胀 加上气候变动下的碳中和趋势 使得主要的营建材料成本大增 如果这类的成本上涨 不能在房价上有所反应 将会造成业者利润的缩减 甚至造成损失 而且这种损失也通常会大于 因为资产价格上涨 带来的财富升值 慎选房地产才能保值增值 首先要注意 2003年以前 依照旧法规新建的房地产 大多抗政耐政的能力都不足 并不是好的保值增值产品 其次近年推出的建案 楼板都有减造的隔音店设置 再加上无障碍的社区环境 智能化的设备 这些都是未来建筑的趋势 因此买房子更有必要慎选 只有慎选房地产才能保值增值 他这一个新闻 就是在顾大家买房子 这个听起来像是股市老师讲的话 的确啦 我的长辈他们在讲说 他们以前的房贷一个月要6000块 很贵 对啦 他们那个时候收入比来讲 6000块是挺高的啦 但是我后来长大以后 我可能出去租房子 租金就6000了啊 没有错 你在这个币值贬值的时候 你如果你是负债人 那你当然很爽啊 我原本欠了 譬如说一两千万的债 但是因为币值贬值之后 我的债务压力没有那么大了 的确是 但是要不要选择去付这个债 我觉得这个你还是要仔细的评估啦 当然我们会讲说 如果你真的是有要买房需求 你都评估好了 你去买房 在这个时间点来看 对你来讲 应该是利大于弊啦 但是前提是你都准备好了 你都评估好了 但是他的这个说法 感觉好像就是 你现在赶快就去借钱 不然你未来一辈子很惨 对不对 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样子听起来 就会让人家觉得 好像不太对 你好像在鼓吹 就是负债这件事情 我们其实都有可能会负债 你也评估好了 然后为了你的理想目标 而去负债 那当然是好事 但如果是因为专家的一句话 去负债 我觉得没有必要 你要想清楚 对啊 因为你中间 你还是必须得去还钱嘛 当然没有错 你要等这个币值贬值 让通货膨胀 让你的债务的实际体感下降 这你也需要时间 你又不是说 我今天就负债2000万 明天让他感觉就200块 那我跟你讲 你这个生活很可怕 因为未来你可能 去吃一个自助餐 就要花5000万了 就代表你的货币政策 已经是整个崩盘了 没有用了 他后面讲到的 如果说你今天 真的是要买房子 胜选 的确是要胜选 就是可能在2003年以前的 他的确因为法规的关系 简单讲 就设计的规格 就是旧的 没那么抗症 没那么干嘛 等等这些的 都有可能 但是如果说 你是在这之后的话 的确尤其近年来 有更多的一些法规 规定你的建筑物 必须要达到一定程度的优化 但这些优化 也反映在什么呢 也反映在你的公设比上面 所以有的时候 你在买的时候 你的选择 你会去考虑 因为公设比 你希望能够多一点点空间 所以多一点的空间 是不是能够保值呢 也许也可以 所以他讲这东西 也不能说完全绝对 因为同样的一个价钱 我在买新建案 跟我买旧建案 它实际的频数就不一样 只要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 这种自然灾害 比如说大型地震 让旧房子倒塌的话 其实他们的价值 我觉得不会差异到太大 因为毕竟有频数的差异 但我讲说是差不多地点来看 但如果你考量到 自住的安全性来讲 当然我觉得新的建筑物 的确是比较好 但是他讲的这个角度 又感觉像是 所以你要赶快去投资 要去自产买一间 你要赶快去负债 然后你要选择2003年以后的 比较保值等等这些 又太偏向于投资房地产 来去做资产或是社会阶级的 提升的这种感觉 会有种恐慌感 不知道为什么 就听起来让人家觉得 又会又觉得不舒服了 如果今天真的是自住的话 我认为的确你的负债 是会随着时间 或是通货膨胀 币值贬值等等这些因素 你的压力变小 是有可能的 但是你有没有必要 因为币值贬值跟通货膨胀 而去负债的话 我认为没有必要 先做好自己所有的评估 但如果说你都评估完了 买房子的负债 我觉得只要是你评估完了以后 它会算是一个比较甜蜜的负荷 比较甜蜜 不会是完全甜的 比较甜蜜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 保安老吉 拜 拜拜 by bwd6